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给您讲讲火爆全网 引来几个亿流量的三个豪横中国女人的故事 这个夏天比天气还热的是深圳宾丽姐大战劳斯莱斯哥的事情 这位宾丽姐住在深圳一个豪华小区 宝能公馆 她家的车位最近一个月都被一辆劳斯莱斯霸占着 宾丽姐忍无可忍 怒气爆发 于是在停车场与劳斯莱斯的车主起了争执 愤怒的宾丽姐决定给这个劳斯莱斯车主一个教训 于是她打电话叫家里人开一辆车过来 准备把这一辆劳斯莱斯给堵在车位里 很快 宾丽姐的家人就开了一辆价值八九十万人民币的埃尔法 埃尔法虽然不便宜 但是相对于劳斯莱斯而说 确实还差一点档次 宾丽姐宣称 自己打算用这一辆兵力扔在这个车库 一个月不开 堵死这辆劳斯莱斯 反正自己家里兵力有五十辆 不差这一辆兵力 五十辆兵力 要知道一辆兵力要好几百万人民币 美国也很少能在街上看到兵力车 兵力可以说是只有一万富豪才开得起 兵力姐到底是有多有钱 五十辆兵力价值好几个亿 即使就算兵力姐没有五十辆兵力 也至少立马就开来了一辆兵力 加上之前的埃尔法 那兵力姐也不是一般的有钱 当时停车场有人用手机拍下了兵力姐和劳斯莱斯哥吵架的视频 立马就被推上了热搜 引来了105家正规媒体的报道 并引发了2.5亿的阅读量 网友们热烈的讨论 兵力姐到底是多有钱 多豪横 其实劳斯莱斯跟兵力是一个档次的豪车 但是这个劳斯莱斯哥他只有一辆劳斯莱斯 跟50辆兵力一比那简直是弱爆了 吃瓜群众都一边倒的关注兵力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段 兵力姐大战劳斯莱斯哥的视频 拿出本事来 吹牛逼有用吗 别吹牛逼 我就瞧不起吹牛逼的人 有本事来做事 有本事 拿出本事来 别再吹牛逼 吹牛逼没用 承天吹牛逼有用吗 耍牛逼有用吗 耍流氓有用吗 承天这么耍流氓 没没人两个耍臭流氓 我招你们耍 这就是第一次 这道办法 我们都这么挺多多次来 那一份一份的女人 自从这夜里我都会来 这住宅的 把同伴天门给我吊来 深圳渭就都吊来 有市长到处来 我看 现场现在马上你们办吧 先去看个医院看看吧 多大的事情 多大的事情 多大事就没有人做原事 吃人算不达人许 你算过学吗 没完没了 我站了一个月 我刚才说了一个月 都没有人停止 大家工作都很繁衡 一个月 谁的权力 谁美护 这人章你说了吗 刚刚那个 是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解决啊 你都解决了吗 你都解决了 你都马上就一个人 站着你上来 否则媒体权权 我告诉你 我们是有产权的 为什么说这样 你要解决什么 你要解决什么 拍他的来着 怎么办 我走死了 你都要弄到 太早就拼了 你快快走 开他来着 他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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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东西 这个五十点 很棒 咖啡机关最好 台北你跟你屁毛关系啊 你算老几啊 你算老几啊 跟你屁毛关系啊 你算老几啊 你算老几啊 干什么你算老几啊 台北你跟你有关系吗 你没有 你穷不挺 就穷不挺 就你穷 就比你强 是吗 那就是啊 比你强太多了 就比你强太多了 台北你强 就比你强太多了 把这么多咪啊 就比你强太多了 说对了 能不能再关心没有 卡 每个市场离开 开回事 我还不让开 我不要か 道成了 大人的还不让开 大人的还不让开 他操到水里,你这样操作吗? 操屏子,操屏子干这个糊涂事! 怎么样,看完这一段视频之后,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兵丽杰真豪横啊,为什么豪横?因为有钱,为什么有钱?因为他老公有钱,他老公是干什么的? 于是网友们开始人肉搜索兵丽杰的老公,这一下不得了了,原来兵丽杰的老公是国企深圳市政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张小忠 国企领导夫人这么有钱,网友们义愤填膺,这肯定是贪污受贿啊,这还了得 网上炒成了一锅粥,把深圳国子委吓得够呛 张小忠的秘书赶紧在网上回应,说张小忠目前是离异单身,兵丽车的女车主可能是张小忠目前正在交往的对象,并不是夫人 请大家不要称兵丽姐为国企书记夫人 网友们根本就不信这一种鬼话,纷纷质疑高官的贪腐问题,惊动了深圳国子委介入调查 6月7号上午,深圳市国子委发布通报称,经工作专组核查 暂未发现,深圳市镇业集团与涉事女方及其名下企业有经济联系和业务往来 经民政部门核查和个人事项报告核对 纪委书记张小忠于2017年离异后没有再进行婚姻登记 愤怒的网友们更生气了,你这是在怀疑我们网友的智商吗 不是国企夫人能这么豪横,非给你查个点调不可 很快网友们就贴出了两人婚宴的照片 网友们发问,这不是结婚,那什么是结婚 根据新浪财经报道,57岁的张小忠现任深圳市镇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从公司的数据显示,他税前年收入为37.5万元人民币 然而他所居住的宝能公管小区 最小的四室一厅的房价也要2500万元人民币 如果不贪污受贿,张小忠一年的薪水也买不起保能小区的一个厕所 虽然现在还无法确认张小忠的财产来源是否有问题 但是连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胡锡进胡编都在微博直言 兵力节基本就是把老公毁了 因为这件事肯定会调查下去 如果家里真有50辆兵力 那几乎不可能解释得清巨额财产来源 即便只是吵架时吹牛皮随口说一说 张小忠的仕途仍然会在一个大跟头 这真是人在家中做,或从网上来 互联网是平民的舆论场 它的价值取向一定是草根老百姓主导的 这很公平,因为达管显贵的资源多 享受了更多的权利 网络更多的是草根老百姓的情感和诉求平台 这是世间应有的平衡 是正义的一部分 在网上,深圳宾利节是因为炫富引起公愤 那么去年6月份 北京公交车上的郑黄旗大妈不是有钱人 也引起了网络的公愤 一位60多岁的北京旗人大妈 因为一位年轻姑娘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她让座 于是大声的辱骂女孩 你来北京要饭来了 大妈有一种浓浓的优越感 自己虽然是穷人只能挤公交车 却还看不起外地人 大妈豪横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看看奶奶头上的通天文 正宗的旗人 你有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位北京郑黄旗大妈的视频 残疾人 残疾人不应该拿残疾说事 你知道吗 老若病残 老若病残你年轻人 有残疾人上来 你就应该腾坐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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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这素质 你没这素质 查你这咋办残疾 长相就不叫北京人 北京都是你家的 我生在红旗下 长在天文 你呢 臭歪例子 臭歪例子 我还真是正方齐人 你看看奶奶 有从天文你看看 齐人 瞧瞧 瞧瞧 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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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不老 你姥姥不老 你老年轻 你说话给你妈 你妈的 你妈不老 你有妈 你妈不老 你姥姥不老 你姥姥不老 你姥姥年轻 你姥姥姥 就你的素质 老若病残疾就是该老子 老若病残下来 应该得让坐 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跟你让 你跟我你搬什么干了 你 没妹 没什么 北京社 老若病残座 怎么会小点这 怎么会小点这 有点啊 还有你这持久的份 北京少渡我的家 你那家里坐 你坐 坐外地的 上北京要饭来了 狂吹呗呀 没有喂 上北京要饭了 有你这么说外地人的吗 北京有啥咋了 北京凭你家 奶奶待了一个月七八天退休去 这叫北京 行行行行 您有钱 这叫北京啊 这叫北京啊 你歪地的 你上北京了 还有你们侄女的份 老人呆着吧 都叔叔去呗 喂 说话一听说话就完蛋 完蛋怎么着呢 这叫我呢 请您是安全 我的家我凭什么不急啊 我想几点走几点走 我想几点走几点走 你管得着啊你 八五六我都给上过抖音 和我想打过100 人家都说有 我都干过 种族歧视 你这好家伙 你这不是调起矛盾的吗 我这长期卖人卖人 对我微信两个微信 北京人一个海洋海洋海洋 海洋一线一个两个微信 老太太四个手机拿着 你有吗 别在这儿转了 您回你二万一里去 房子跟里住 跟你有鸡巴什么关系 跟你有鸡巴什么关系 我睡一着有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那个洞 因为我是北京人 爱哪的哪的 你爱哪的哪的 跟我没关系 你太丢北京 爱哪的哪的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北京人怎么了 我上来你们小年轻的 站在那老轮病弹座 你还那什么 赖他呀 我也不丢人 北京大妈生长在 北京这个皇城根下 那自豪感是杠杠的 再加上还是正皇奇人 还有通天文 豪横当然是理直气壮的 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 上海人呢 则非常崇拜外国人 去年啊 在上海的911路公交车上 一位老阿姨上车 没有佩戴口罩 于是司机就好心的提醒她 可是老阿姨极度的不配合 既不肯戴口罩 也不肯下车 她以为司机会就此作罢 开车走人 可是没想到 这位司机也是非常硬气的 她直接把车靠边一停 就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到场以后 对老阿姨进行劝说 但她情绪激动 就是不听 并且表示 不要叫我戴口罩 我不戴 或许是被这么多人指责 觉得太没有面子了 老阿姨情绪突然间啊 就爆发了 直接喊道 我是美国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段上海老阿姨的视频 我感觉也认识三个情况 你认识三个的话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你美国人要怎么样呢 你美国人要怎么样呢 你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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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警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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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警告你 第一次警告 我叫董事物要看的话 是犯了 第一次警告你 我第一次警告 我第二次警告 我第二次警告 第二次警告啊 你一口就我们跟他 我不要哭 我说的 就这样子 一两次 第三次警告 我已经听到我们 已经听出来了 刚都没用 你都不用 我两遍 你聊呀 我也过来了 来 我给他 我怎么 来 给他你刚刚不一口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把你 我把你 他您自然 我叫我警告你啊 你还没关系 我把你 你别吵 你别吵 你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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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不要 那你就下车 我跟中国打黑了 那你就下车 那你就下车 中国打黑了 你不但你就下车 我把你贵猛 你别吵 我把你贵猛 ng lleg 我对他了 来 身份车 护照辞职一下 身份车 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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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是没婚礼吗 护照拿出来 在中国情节 中国的考虑 都会找到 老师找到 老师找到 老师找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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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盘手 他都干了啊 我的女儿在家里进去 你觉得不平 老师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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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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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开门 老师 老师 我没婚礼吗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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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搞笑的是 民警让老阿姨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老阿姨说没有带 民警让她出示自己的护照 不是美国人吗 那当然是有护照的了 可是老阿姨表示 不知道护照是什么东西 民警在对她再三警告无果的情况下 只能将老阿姨强行带下了公交车 把她带回警局进行调查 那么调查之后 极度讽刺的事情来了 户籍档案证实 这位上海老阿姨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 而是土生土长的上海老阿姨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好横的中国女人的故事 深圳宾历节 北京郑皇旗大妈和上海美国老阿姨 我们今天打酱油就到这了 感谢您收看生活故事会 如果您喜欢听我讲故事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这样是下次我讲故事的时候 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